在天气热的时候 消暑也别消过头 台中一位三十几岁的男子 连续了两个礼拜 天天都灌下了四千cc的青草茶 结果狂拉肚子 久一之后才了解 自己是寒性体质 青草茶不能够喝太多 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 台中一名三十多岁的壮汉 体重超过八十公斤 平常都在户外从事劳力工作 受不了高温酷热 猛灌青草茶 一天要喝上四千cc 连喝两个礼拜 铁打的身体也撑不住 狂拉肚子 烫发炎的成分太多的时候 它反而就是变成像 药物过量的副作用了 它造成说我们可能容易肠胃 刺激量太大 它就容易变成拉肚子这样子 原来青草茶在汉方里 有消炎解热的效果 喝多了就像吃了过量的消炎药 把身体都搞砸了 再加上这名男子 本来就是含量体质 也不适合喝 变成说他身体 变成一个很寒性的体质 所以才一直让他拉肚子 后来就建议说 他先不要喝这些青草茶 然后再借有一些中药 温补调理一下 然后这样子过了两三天 他的大肚子的情况就止住了 中医师指出 一般人一天喝上一间西西就差不多 体质湿热 而且容易中暑的 适合喝清早茶 但是容易手脚冰冷 经常腹泻 体质含量的人和感冒的 也都不适合喝 除此之外 夏天常用来退火力尿的食用洋艺人 除了适量 也要留意是否会诱发过敏体质 医师指出性温和副作用又少的绿豆和黑豆 反而是消暑解热去毒的最佳选择 记者文贵诗杰台中报导 连世几天高温又传出了热死人的消息 包括在彰化地区 十天以来有六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 疑似因为没有开冷气 引发了热衰竭死亡 彰化传出老人家疑似热死的案件 而且高达六起 送到医院时体温都超过三十七度 血红素偏高 医生表示这六位老人家共同的特征 都是在家为了省电 没有开冷气 因为在家里很闷热 那问其家属 大家属都提到 是因为舍不得开冷气 或是空气不流通 所以导致热衰竭的心形 医生建议 尤其是有心脏病史的老人 天气热在家里 还是开冷气比较安全 因为最近全台的天气实在太热 气象局统计 九号到十五号一整个礼拜 台北的平均气温就有三十一点六七度 平均最高温更高达三十七点七三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高温其实是两个条件造型 第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封面的前沿 明显的偏南 再加上台北的盆地效应 那当然整个热岛的效应 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这个星期虽然最高温有下降一两度 但因为空气湿度高 人体的感觉可能更闷热 气象局提醒民众 还是要注意预防中暑 至于周一刚形成的第七号台风卡努 已经朝韩国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没有影响 记者台北台中综合报导 各大医院纷纷传出护理荒 不少医院就算有病床 也没有办法收病人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台大最近陆续招收了四百多名的护理人员 期待这批新血加入之后 可以明显地提升医疗品质 仔细询问病人的情况 并一一记录在电脑里建档 今年刚从护理系毕业的林婉瑜 是台大这一批新进的护理人员 因为实习时受到病患的鼓励 信心大增的他决定一毕业 就投入护理工作照顾病人 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步伐很快 然后会觉得有点难适应 因为这边毕竟是家务病房 然后回去要想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漏掉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慢慢进步 为了解决护理慌 台大医院最近招收了四百名的护理人员 创下禁用新人的记录 台大表示因为去年 积欠护理人员的休假天数高达一万一千天 必须赶快消化 加上院长同意每个病房 多增加一名护理人力 所以这一次决定超额录取 我们台大医院病人的严重度比较高 那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医院 适应上是有一些困难 所以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留下来 所以我们也考量到这个可能的 就是没法适应 然后会离开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都希望把这个列入考量 最后我们还是有足够的护理人员 台大医院说目前连同编制内 以及约聘的护理人员约有两千六百人 新进人员的起薪为四万六千元 分别分散在各个科别 至于夜班津贴则是在网上调两百元 也就是大夜班每班额外津贴七百元 小夜班津贴五百元 算是公立医院待遇最好的 预计这些新进人员加入后 将可大大提升医疗品质 记者吴亚渝林国黄特报道 暑假打工机会多 不过要找什么工作也得要注意 人类银行调查发现 六成以上的老板 给打工学生的薪水 比最低时薪还要少 有的时候辛苦打工了一个月 结果还赚不到一万块 大大天穿着玩偶装 在街头发传单 不到五分钟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还有人的工作是在街上半鬼吓人 暑假到了 学生们打工的类型是千奇百怪 试染头发 当心要白老鼠 为了赚钱学生们什么事都敢尝试 人体饰药 然后可能要就是灌藏这样 然后那个实验就是比较可怕 就做完了之后 也会觉得长臂很敏感这样一个小时 然后费用是三千 有一个女的她说她叫了一只死老鼠 她就在网上等 然后她就说只要把这只死老鼠 把她夹到袋子丢掉 我就立刻给五百 然后我就立刻印证 赵佳琪还曾经帮网友洗一整个礼拜的脏衣服 轻轻松松就赚到一千元 不过这些奇怪的打工经验 虽然钱不难赚 但风险也高 根据人力行业者调查 一般学生打工 还是以餐饮业服务业最多 但是很多人辛苦工作一个月 还赚不到一万元 虽然老委会规定说 基本工资是一百零三 但是有高达六成二的打工主 他领到了薪水 其实是低于法定规定的 那由于学生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高达五成一的学生 会选择默默的忍受 打工的陷阱也不少 有将近五成学生曾被雇主扣薪水 甚至被要求先付钱买公司的产品 或拿出个人银行资料给公司 所以人力银行业只呼吁 如果雇主有不合理的要求 这种工作就千万别做了 记得陈树军秋风青台北报道